Lio聊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英家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波蘭人 這個文明是我最愛的文明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這個大莊園在旁邊撒農田時 可以獲得立刻8%的食物 所以波蘭人他的肉量後期是非常多的 那波蘭人的能力基本上是全部都可以打 步兵 騎兵 攻兵都OK 雖然他沒有三級的馬鎧跟三級的工兵鎧甲 但是他的工兵是有這個拇指環 所以也有強弩 打下也是非常舒服的 那後期的波蘭人主要是打這個大洛馬 還有這個貴族特權騎士作為主力 那波蘭人的後期也可以打這個戰錘兵 那步兵也是全滿的 後期也可以考慮做一些搭配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印家人 那印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食物消耗減免 軍事單位 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那到了帝王時代可以減免30% 全部都是7折的概念 不管是要出頭死守 槍隊長 還是老鷹還是劍兵勇士 全部都是7折 所以後期的印家人 這個食物消耗減免可以獲取大量的優勢 去跟對方瘋狂換兵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印家人的前景呢 主要還是打一個工兵路線 會比較常見一點 那城堡時代的話可以考慮打這個老鷹 老鷹的話是南美眾文明的一個馬舊單位的概念 機動性單位 所以用起來還是比較好用的 而且印家人的老鷹 他有這個 知物盾的關係 所以老鷹的遠房可以到10點遠房 印象中可以到10點還是8點 好像是8點的樣子 8點還是10點的樣子 所以印家人的後期老鷹坦度也是不錯坦的 好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的部分呢 印家人上方有金礦 右邊有石頭 下方有果子 前期來說的話 只有一片墓區喔 這個墓區太慘了 他的另外一塊墓區在前方會有點危險 不然就是要躲到土屏這邊了 這邊也不太可能 那如果是到後方的話 就離得有點遠了 這張地圖平分大概只有10 20分吧 果子在前方就很難受 然後墓區又走後邊這一方 一邊比較安全 那這邊要挖的話 挖這個木頭 可能對方也可以從下面這邊偷襲進來 會很麻煩 除非這邊直接選擇一個大圍 下面這邊圍過來 這邊圍到底 就會防守來說會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當然這邊就是屬於大圍的範疇了 那右這邊的地圖 看起來還算可以的 因為你看這邊墓區其實蠻多的 那正面可以用這個TC連防 但是這邊有可能會讓自己的大莊園遺漏在外面 這個果子的位置不太好 其餘的部分人覺得都還能接受 這個金礦也算是偏裡面的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墓區在保護著 那地圖來說是比印加這邊好上很多 大概平分的話至少有快60分合格 最主要他墓區都蠻平穩的 而且後面還有一塊石料在後方 那這個石頭呢對印加 對於破爛人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破爛人他挖石頭的時候 是可以產生黃金的 所以對於破爛人來說 挖石頭可以產生更多黃金 也沒有到那麼傷經濟 好那來看一下 這邊馬舅已經下了 破爛人這邊是打馬舅開局 印加者是三棒棒 三棒棒已經到了破爛將 破爛人這邊結果馬舅蓋不起來 這個馬舅可能要想一下怎麼辦 再拿一村上去回去 然後再圍一下自己的村民 這裡圍牧牆 上面這裡圍一個 右邊再圍一個 上面這個再圍一下 蓋起來用槍斃去戳一下 槍斃去吸引一下對手 吸引走 然後再趕快把馬舅蓋起來 又這邊打得相當冷靜 稍微小小加速一下 這邊有直接升到裝甲步兵 通常打三棒棒的話 還會升裝甲 這個裝甲步兵的傷害很高 直接拆大中原也是沒問題 那如果破爛被拆了一個大中原 其實很傷喔 因為大中原是要125木頭 而且他可以提供五人口的防止 這邊直接開圍 但破爛人就是我常說的一個問題 這邊用村民 破爛人如果是馬舅開局的話 會非常缺肉 就會變成現在這個情況 你下了馬舅卻一隻馬卻按不起來 因為大中原也被控住的關係 所以肉類會非常短缺 你只要按一隻肉馬你可能就斷村了 右這邊可能要趕快挖金礦 已經在挖了 挖金礦趕快出弓兵 然後用自己的弓兵 去反制對方的裝甲步兵 來因刺頭的部分 待會可以再按一隻刺頭 過來解決就可以了 那又這邊果然受不了 蓋下了一根劍塔 這根劍塔 我覺得下的投資來說 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他這邊下面 剛剛就是開局我們有講 這裡是很難守的 所以這裡投資一個劍塔 我覺得合情合理 而且破爛人這邊已經開始挖石頭了 挖石頭 可以讓他稍微補下黃金 而且石頭也可以繼續防守 那印加這邊又來第二波的攻勢 槍兵老鷹公兵各一些 哇 破爛人這個前面就是我熟悉的畫面 各種被壓著打 很難受的那種 好 稍微小小加速一下 好 又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右邊這邊稍微用城門 補了一下防禦 讓這邊直接被騷擾到牧區 很煩 這邊稍微圍死 讓對方的冰塵在這邊防守 那我覺得哈特這邊打得很漂亮 最主要是 他這邊知道自己地圖很爛 打強軍士的話 確實是個好選擇 因為強軍士的話 基本上就不太需要圍架了 因為你怎麼圍 地圖都是一樣爛的 這裡出了一隻毛兵 反打一下 這邊撞TC 被收掉老鷹 有點虧 好 毛兵到處擋 這邊要把村民帶放出來 繼續種田 等下一擊射之後 毛兵要趕快繼續按 那這個馬就 可以先考慮不出馬 因為現在沒有足夠的肉類 可以去出馬 那破爛人的封建時代 初期真的是很難出到肉 因為這個肉短缺的太嚴重 這邊毛兵第一時間打後方的弓兵 弓兵被收光 剩兩隻 哇 然後再拿一隻村民來打鷹刺猴 這一點血量應該做不了任何事情 是我的話我就會把這隻鷹刺猴 拿去探圖 3滴血也不能做什麼事了 探圖的話先把這個聖物找起來 先把例行 給看名 待會圍家或是要空圖的時候都很方便 這個探圖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事情 那兩邊封建時代應該打成這樣子 右這邊果然是選擇了一個大圍 這邊大圍跟木區連起來 會比較好 那印家人這邊 如果待會要圍家的話也是要大圍 直接這邊圍到底 兩邊都是屬於一個大圍比較好的 破爛這邊是前面會比較舒服一點 這邊直接圍起來 右這邊波然有點 升時代升輸對手 時代上有點慢了一些 慢了大概一個時代的時間 兩分半左右 這邊升級城堡時代 下方這個瞭望塔 又有了補了一根 這邊再繼續圍 哇 這邊直接點掉一隻村民 好狠 這隻努兵 好 但現在到處都有劍塔 波蘭常常用劍塔防守 是很正常的 但這邊石頭有點被控 先去挖個金幻影 這裡要去丟戰毛嗎 待會生城堡時代要先升戰毛兵會比較好 但是波蘭現在有兩個大裝備的關係 所以肉量會慢慢穩定起來 轉出騎兵也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這邊直接下了雙馬舊 待會可能要出騎士 騎士前期可以先出個五六隻 擋住第一波的奴賓 這個劍塔裡面有一隻弓箭手 出鏡在裡面 好 現在波蘭在爭取時間 鷹家這邊在不斷摸索 哪裡可以打到對方的經濟 但這邊其實都有劍塔 不太可能從這邊打進去 一定要再稍微繞一下 從後方或是這個地方 偷偷跑進去 看有沒有機會 好 那正前方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那看來這裡也不能 如果硬家這邊要打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開始出投石車 把這個城鎮中心給砸掉 但對方已經出了騎士的關係 所以硬家這邊可能要出一些生率 才能擋得住 家裡有下修道院 喔唷 已經開始撿聖物了 三隻騎士出門 兩邊都在稍微探圖 這邊想要包夾工兵 工兵第一時間被騎上 稍微拉打 但是跑不掉 工兵數量不夠多 殘血的騎士回家 忽然這邊會下一個修道院 然後開始按生率 來補一下血 順便可以撿聖物 硬家這邊老鷹有優勢 不太怕對方的修道院的生率 因為老鷹本身就有抗招響的能力 這也是老鷹為什麼城堡時代很強大的一個原因 基本上生率對他來說沒啥路用 結果硬家這邊轉錯了槍隊長 槍隊長打騎士相當好用 因為他有異攻射程的關係 所以可以大量集合一隻騎士 而且攻擊速度快 可以瞬間擊倒非常多的騎士 那硬家這邊也是轉出了生率 開始去招響騎士 那破爛這邊轉出了青騎兵 青騎兵升級好 待會打生率也會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也有槍隊長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可能青騎兵也很難戳到生率 哇這個生率居然跑掉了 OK那目前硬家是3TC開農 忽然也是喔 兩邊都是 那目前村民術是由硬家這邊領先 712村打上58村 但是硬家這裡並沒有做強攻 唉唷兩隻青騎兵還是解掉了一隻生率 果然有出青騎兵還是有差喔 好這時候槍隊長已經要來死守喔 好招到一隻騎士 後面還有兩隻生率直接應招 把對方的青騎兵給逼走 下方有一隻生率 被收掉 好這裡高地要來蓋堡 好可以蓋得下去沒有問題 後方三隻騎士往後走 哇到處都有動 青騎兵到處鬧 但是槍隊長這邊守的還蠻好的 OK 收掉 好剩下的騎士 好兩邊都已經升到了80幾村 然後破爛是7村 村民差距11村而已喔 升村民升得很快喔 那破爛這邊沒出什麼兵喔 只用 城堡十代初期出了騎士喔 跟剛後來按的兩隻青騎兵喔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點到帝王十代 四個大中原就可以升帝王十代 這個是玩破爛的一個小小口訣 這裡補下了奴兵 唉唷 看到槍隊長 破爛這邊有打算要轉強奴的意思喔 奴兵的升級已經升上去 確實破爛這邊打槍隊長 就打奴兵比較適合 打戰錘兵的話 也會被這個異攻的射手給壓制住 雖然可以破防效果其實很不錯 但是也要貼的到才行 而且如果打步兵的話 硬家還有投石手的存在 所以轉步兵的話很容易被針對 這邊轉強奴確實是一個首選 但是鷹家這邊有支護盾老鷹 遠防很高 所以待會轉兵跟控兵喔 是會成為關鍵 破爛這邊要來前壓城堡的意思嗎 拿了一些村民到前方 先蓋了一個哨戰探探路 看到大量的槍隊長 這個可能要北上了 這邊工兵直接開射嗎 槍隊長第一時間 往前衝 衝掉了一隻僧侶 後面的三隻青騎兵 想要去攻擊僧侶 僧侶再一刀收掉 打得漂亮 雖然自己的僧侶 還是被打掉了 但槍隊長的攻擊速度還是很快 38隻數量有點多 好那硬家這邊點下了 槍隊長的升級 精銳槍隊長還有印刷技術 破爛這邊則是轉成攻兵系 強奴跟化學 那平常在我的頻道 看到破爛人每次都是打騎兵 這個大落馬 還有這個貴族特權騎士 終於看到一把破爛是打強奴的 那確實這把我覺得 又打得很好 這個確實該轉強奴 但是也不能只打強奴 只打強奴還是會被針對回去的 所以我也蠻好奇 這邊要怎麼去轉兵 好這邊點下之巫盾 之巫盾點下之後 遠防變成0加4 那待會再加個3防變成0加6 遠防6的槍隊長 這邊轉出了戰毛兵跟步兵板架 好又這邊補下了 增兵技術 好 換人沒有開出第四個城鎮中心 3TC慢慢農 開始轉出一些 軍事單位了 好後面這些僧侶直接硬招 把強奴招走了一隻 好 十隻僧侶繼續招 哇又招到兩隻強奴 難道 硬家這邊有打算用僧侶直接針對強奴嗎 好應該是沒有了 還是有轉戰毛 不轉戰毛的話有點太硬 好破爛這時候轉出的巨型頭時機 好像工程有點早 這時候轉巨頭其實沒有足夠強大的兵力 有可能會守不太住 這個巨型頭時機有點危險 好這邊出了幾隻青騎兵 想要到後方 殺了後方的村民 但這邊有一棟城堡 好硬家在下方組起了新的一棟城堡 下方已經有破爛蓋好的 這邊槍隊長戳個一波 結果被看到城堡 給逼退了 哇這邊配兵組合有點複雜 忽然這邊最好是趕快去升青騎兵 先把這個僧侶解掉 解完僧侶再去解戰毛兵 會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再一刀收掉 可以再一刀收掉 哇三隻僧侶 四隻僧侶全部被打掉了 OK那波蘭現在的打法 是走一個青騎兵 加上強奴路線 那我覺得也是蠻適合的 這邊波蘭的大洛瑪 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哇這邊大洛瑪不能直接硬撞喔 這邊要用強奴稍微拉打 這個是生拇指環嗎 怎麼感覺射的有點慢 好這裡點下二攻 硬甲這裡補下了化學 弓兵鎧甲 還是要轉點戰毛出來 巨型頭司機在下方準備蠢蠢運動 再來攻擊波蘭下方城堡 左邊這個方向有一隻強武在防守 應該能守得住 這個防止應該能扛 好三台巨型頭司機正面開拆 好巨型頭司機本來要拆下方城堡 但是看到上方城堡已經被攻擊了 直接把巨型頭司機拉回來 要來進行反制 波蘭這邊則是點下了二級攻 並加了點下了三級攻 兩邊攻擊力都在持續慢慢升上去 波蘭大洛瑪是需要八百黃金的 非常貴 所以這邊可能是在囤大洛瑪的升級 所以強奴沒有再繼續按的那麼多 結果正面槍隊長直接硬戳 戳掉了三台巨型頭司機 波蘭這邊只能節節敗退 被對方的戰毛兵跟槍隊長押了回去 雖然槍弩打槍隊長還是很給力 算是截很快了 波蘭這邊點下了三攻 好 這邊補下了一棟城堡 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這邊城堡能蓋起來的話可以空到印加人的金喔 這邊金空下來印加會很難受 這邊就要來看印加怎麼正面硬打 可能要上前直接戳 好 槍隊長直接上來 不管 就是上來戳 戳村民 戰毛兵第一時間也是攻擊強奴 但是後方有很多的清潔兵衝了過來 好補下輪根制度 還有二級目 哇 後來這時候才點二級目喔 有點偏晚 好結果槍隊長直接守住戰毛兵 戰毛兵還在輸出強奴 這一波城堡硬蓋的關係喔 損失了大量的強奴 至少損失快到一半了 十隻強奴跑不掉 印加槍隊長 好煩啊 但是後方的四台巨型頭司機 已經快要拆掉波蘭城堡 哇 瞬間解掉 這個跟城堡有蓋跟沒蓋一樣 波蘭這裡還是沒有補大洛馬升級 持續被壓制住 按了一隻戰錘兵 應該是按錯的 目前要轉出大洛馬來說的話 波蘭這邊的肉量其實不太夠 可能要灑更多大莊園 喔 還是升級了 波蘭一騎兵 直接出了 強奴繼續開射 繼續拉扯 強奴 好 強奴 四台開拆 這邊也能夠用 自己的輕騎兵去解掉嗎 喔 變成波蘭一騎兵了 哇 波蘭一騎兵之後傷害變得很高 這邊可以再多加二攻 變成九攻 九加四 十三攻的波蘭一騎兵喔 其實傷害蠻高的 反正城堡還是掉了 對方有三巨頭 四巨頭 喔 這麼多 那 硬家這邊的組成 其實蠻難受的 戰毛兵配上槍隊長 槍奴一直被打倒 讓他沒有辦法好好使用自己的槍奴 去做針對對方的槍隊長 這邊戰毛兵被追逐 直接拉槍隊長回來 大洛馬直接被戳爛 哇 有這個異攻射程 一大堆槍隊長聚集在一起 還是很痛的 那波蘭這邊也要找個機會喔 點下裂克提克遺產 那硬家這邊則是可以考慮轉點老鷹喔 雖然我覺得老鷹可能會有點難受 突然一騎兵打老鷹其實蠻痛的喔 好 彈下把這邊城堡搞定 好了 轉出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他不想要再繼續出槍隊長了嗎 還是槍隊長有要繼續出 然後混幾兵打 覺得升精銳槍隊長就感覺沒必要出到 幾兵了 好 兩邊臭名處已經都來到138吋左右 破蘭這邊也要將近到200人口 這邊槍隊長5點送 破蘭這邊繼續使用大洛馬配上強武的作戰方式 好 硬家這邊持續攻城 這邊想要打出一個破洞 這功能能夠補得起來嗎 哇 可以 好 這邊要再稍微補下牆喔 這個牆可能還是要被打破了 好 正面的部分 槍隊長直接搓爛了大洛馬 這邊槍隊長也開始直接被 槍隊長給搓爛 哇 大洛馬真的扛不太住 槍弩數量有點少 繼續做一個拉扯 這時候硬家補下了工會制度 稍微要來買賣一波了 好 這裡直接在下一棟城堡 需要來控制這塊黃金 下放石頭 如果這裡被控就會被斷石斷金囉 終於補下列克提克遺產了 好 這樣待會大洛馬就有這個 踐踏傷害的效果 好 那贏家這邊還是補出了 急兵 還有銀罐技術 這個印第安戰術 那這個能力呢 可以讓他站毛兵喔 獲得 像是 最小 無視攻擊最小的距離 就是他可以直接站A 就算敵人站在他面前 他也是可以投出他的毛兵 好 距離投資機直接拆掉了破爛的城鎮中心 破爛的強奴數量29隻 要這邊扛 戰鬥兵數量還是有點多 好 現在上面用大洛馬 哇 大洛馬有擴散效果了 開始有痛感咯 好 但這個窄口 槍隊長賭得很好 直接上前 好 後面戰鬥兵又在輸出 槍奴又要再節節敗退 破爛用大洛馬衝到後方 想要來直接拆距離投資機 可以拆掉一台 第二台有點困難 哇 我覺得破爛這邊可以轉一些火炮出來 轉火炮的話就不用這麼賣力了 哇 槍隊長直接往前A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強奴了 上去戳就對了 應家這邊按下衝撤升級 突然感覺快扛不住了 槍隊長 瘋狂前進 應家人的肉類還是非常充足 上方的城堡也在對職當中 但是槍隊長打大洛馬效果實在太好了 槍奴真的不夠 後面沒有再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安全的射箭場只剩這兩個了 這樣槍奴的產能會有問題 破爛這邊的黃金也會不太夠了 這裡賣了一些木頭 但石頭可能也要賣掉了 不然槍奴不夠出了 補下更多射箭場 大沖車又來了 應家這邊肉類減免太多了 大沖車已經準備好 開頂 積極不夠出氣 大沖車 進去 唱會 進去 衝擊 這一台沒拿下 應該是G了 槍隊長還在往前頂 槍奴數量一直被減少 殷家一直有在控戰毛病去打槍奴 所以槍奴數量一直累積不起來 所以沒有辦法抵抗槍隊長 槍隊長在無鳥往前 欸 又這時候打出了GG 槍隊長出了239隻 對上波蘭出了182隻的大洛馬 這就是波蘭遇到殷家 一個很難打的一個問題 只能靠強弩 但只靠強弩的話又有點難打 對方戰毛病一直很難解 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火炮 去解戰毛病跟巨型投擲機踩行 才可以保留住夠多的大洛馬 在正面硬扛 或是去後方拆巨型投擲機 不然巨型投擲機一直拆除的情況下 破爛的大裝備只要被騷擾到了 基本上就只能打出頭響了 沒有辦法再去出更多的肉類了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印加這邊拿下了許多的勝利 石頭之輸了一點點 其他能力其實跟波蘭差不多 沒有差太遠 來看一下科技 那拇指環到底有沒有點 應該是有吧 打強弩不打拇指環 似乎搞錯了什麼 有不 35分鐘 所以我剛剛只是看錯而已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